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台美关系会如何演变 备受关注 白宫国安会表示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坚若磐石 而拜登将与盟邦站在一起 在亚太地区推动共享的繁荣 安全与价值 其中也包括台湾 而拜登的国安团队 其中不少人都跟蔡总统有交情 像是国务卿布林肯 国安顾问苏利文 印太事务协调官坎博 还有国务次卿卢兰 不但都熟悉亚洲事务 也都持友台的态度 学者乐观的评估 未来台美关系会在既有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 美国总统拜登才刚就任 对台湾关系怎么延续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说 拜登将跟盟邦站在一起 在亚太地区推动共享繁荣 安全与价值 其中也包含台湾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坚若磐石 台美关系在川普政府既有的基础上 往好的方向迈进 是可以确定的 看怎么样能够落实 有一些川普所定出 友好的法案也好 或者是行政措施也好 事实上拜登国安团队的核心幕僚 跟台湾互动密切 国务卿布林肯在2015年 曾跟竞选总统的蔡英文碰面 推特肯定蔡政府开放美猪美牛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2018年曾经访台并且会晤总统 而印太事务协调官坎博 在2015年蔡英文访美演讲时 还担任主持人 去年还跟总统一起参加视讯座谈 而国务次卿卢兰也曾经来台 不会有落差 那在资讯上能够确实掌握的时候 我们相信他在一些政治的判断上 都能够更精准 那这样也可以降低不必要的风险 面对拜登新政权 总统得沉着面对新局 而同样挺台的还有欧洲议会 刚通过了两项决议案 纳入不少友台内容 像是支持台湾国际参与 提升与台湾的政经关系 并且首度呼吁欧盟跟会员国 重新检视对台交往政策 凸显国际勇人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发展 接着下面你看专台的报道